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明天周四更新过后呢将开放第三幕的活动 未尽的噩梦 像第一周活动一样 活动期间完成任务的话 即可免费解锁心肩管者噩梦 心肩管者的衣着方面其实蛮像侦探奥尔菲斯的 像是怪物化的姿态 在其左手手掌部位的话也可以看到一道上罢 也和侦探很像 其手臂上还有一些奇怪的音乐符号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胸前的红宝石吊坠 应该和技能有关 在地上的话也能发现一些和其颜色差不多的线索 可以发现纸张上沾满粉红色的颜料 是有污染的效果吗 手持物的话应该是其手上的奇怪符号的纸张 讲真没有什么筹序 但从监管者的名字噩梦来看 估计和幻象技能有关吧 大家不妨一起猜一下他的技能 最后就是肩管者的头戴鸟纸面具 但是如果去掉的话可以想象他的头其实是很小的 应该是经过某种实验诞生的人形怪物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